金包里大路与日人路 阳明山还没有开辟公路以前 金包里大路是通往金包里、金山与台北市林之间的主要交通要导 此步道最早可能是平普族园住民各社交之间往来交通、联姻的道路 明朝、清朝时期 中国大陆张周全周汉人移民大量移入台湾 拓荒开垦从平地延展至山区 往来两地运送鱼货、茶叶、大金等货物的人数越来越多 清廷为了防止台湾放行实力拥兵叛变 遂自中国大陆各省调派河南勇军 在台北府与金包里之间一防驻守 军队长期利用一防两地之步道则称为河南勇路 至于大路 意思日本统治时期日本政府还曾经请查台湾道路 当时所谓的大路是只有铺设石块的道路 小路属于泥土路 因此虽称金包里大路实际上路面狭隘 车马难以通行 到了明治三四年1901年 日本政府为了运送炮管制军事所需 一等高线开辟了顺应地势运回前进的日元路 又称为炮管路 与原有的金包里大路沿途数次交汇 成为今日交错的步道网路 金包里大路又称鱼路古道 所谓全城的鱼路古道 应从金山黄港渔村至台北市里 约30公里 百年以前金包里金山旧地名 渔民利用这条古道 担着渔获翻山越岭 致使临贩售 然后在越岭返回金包里 清代的采矿地 大油坑与手矿营地 采矿在台湾是历史相当悠久的产业 大屯火山群式流矿产量丰硕 是台湾最重要的产硫磺中心 杨明山提炼硫磺的地方 以色黄瓶 大油坑 马潮 小油坑 冷水坑等地为主 由于硫磺是制作火药的重要原料 在清治时期 清廷担忧台湾的反清势力拥有火药原料 因此发布禁止采令 狭义的 全城 鱼路古道 则是指杨明山国家公园范围内 北起金山八严的 绿峰山庄 南起杨明山山载后 金山路101巷的 金山小镇 若以秦天纲的金包里城门为界 以北为 鱼路古道北断 以南为 鱼路古道南断 鱼路古道南断 以通过眷丝瀑布 又称为 眷丝步道 鱼路古道北断 原以阴灭 民国82年1993 国家公园工作同仁经由调查探勘 才自荒芸曼草中发现这条古道 鱼路古道 今天遇上超级寒流 大伙还是勇往直前 鱼路古道正在做 一个半断 鱼路古道 恨有 越过像 原来 写成 好的 刘 専 与抵达目的地来到顶巴烟等等一行人还是来泡泡温泉行走鱼路古道些许废去体力来去疏解疲劳这个天气正适合泡汤去 鱼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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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h 鱼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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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